欢迎大家继续娱乐十五四观 欢迎102观星台的所有观众 今天我们的题目就是 为什么开演唱会全都是负面新闻 近期你一想起开演唱会 只想起一个人 你会想起哪一个 印尼姐姐 真是他 全香港我想大家 好像只有印尼开演唱会 其他没有人开的 因为每天打开的新闻都是 因尼姐姐 当然要请出 今天相当的荣幸请到出来的 因尼姐姐 因尼如名殷属思 是一个混血儿 爸爸是奥地利人 妈妈是上海人 由于五观精致 18岁就被台湾声探发挖 并且推出第一张唱片 之后她的事业可谓一帆风顺 还推出了过百张唱片 还由台湾红到来香港和内地 她不单在乐坛创下佳职 获奖无数之外 在电影、电视主持 和写作方面表现得非常好 绝对称得上是一位 多才刚艺的才女 好,欢迎欣尼姐姐 上到娱乐审四观 谢谢 太棒了 太棒了 我只是说 我其实见过欣尼姐姐很多次 但欣尼姐姐 如果你不认识她 你会觉得她是一种无形的霸气 真的,这是真的 其实娱乐圈中有霸气的人 你远望你会有点震撼 是欣尼姐姐和以前的匪姐 真的 他们会令你觉得她好像很难接近 但其实不是的 当你认识了欣尼姐姐 你觉得她很好玩 好人 可以什么都跟你说笑 但欣尼姐姐 最近负面新闻比较多了 其实不是近期 如果我可以不认识记者 我求之不得 不是为了演唱会 我有什么机会会和大家见面 当然记者会 我和姚永叔说 可不可以这次演唱会 只是卖票你做广告 打一大话 给人家听日子、地点就算了 她说不行 大家一定要喝醉一醉 然后也要喝一杯 认识一下 我说可不可以 我推到最后一分钟 要加长了 我才肯说做吧 这是我的合约里面规定的 一定要有一个宣传期 其实我是做回我份内里面 应该做的事 但我知道一定会出事 我就不知道 我出事的是哪一件事 我最害怕的就是 不知道自己会发生什么事 哪一句说话会得罪了人 我完全都不知道 他们会拿哪一件事来炒 事实上我有一些新闻价值都没有 不会 尹尼姐姐 你的新闻价值很高 因为你已经去到电堂级 电堂级的意思是怎样呢 我不是除了会唱歌 然后懂什么 我没有东西 所以我只是唱歌 就是你觉得自己没有价值 所以你少做访问 当你有什么事的时候 大家就担着是这样做 我想问一件事 全部在这里 我说尹尼姐姐在这里 但是会不会尹尼姐姐的地位太高崇 电堂级 只要尹尼姐姐 这个是阴谋论 只要尹尼姐姐肯开口说一个人 那个人都死得了 你明不明白 是否不行 不是 死得还是被他 死得是生两样东西 两样 两样的意思是怎样呢 死得的意思是怎样呢 要是托到很高 不然就托了上去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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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因为你知不知道 电堂级就是他开口说一句说 不如周晕发而已 周晕发只要说一句 胡幸而好气就可以了 是吗 没有人敢 会对抗周晕发 你记住 就像尹尼姐姐一样 她只要开声说梁萧唱歌好听 我立即出声 我出声片了 我去演唱会 应该不会照 是 知其佬音乐 那你自己觉不觉得 为何会有这么多负面的声音 是 因为我记得十几年前 我有问过我一个编辑的朋友 因为以前三十年前 他经常骂我 永远我是做封面的 那时候有很多东西说的 我说 为何你们都要拿我来说 他很老实 因为是很好的朋友 他老实告诉你 他说 因为你很坚强 我记得很清楚 他说 因为你很强势 你是打不死的老虎 所以说你 骂你 你都一样站在那里 你照样可以做下去 当我们是死的 所以我们是要这样的人 如果一个很弱的艺术师 你一说他 他去跳楼 他去自杀 他去离婚 他说那些我们不敢斗的 所以是看人去对付的 他是这样跟我说 我很记得 所以我一直告诉自己 不管怎样 我都要站正正的 做回正经自己应该做的事 说应该说的事 我不管你们 说什么 打不死的老虎 继续做打不死的老虎 但没法说一样 不对 他说得不错 我觉得是 传媒朋友在这里 没法说一样 欣尼姐姐是一个非常多话题性 而且她 她敢说 不是 还有一样 你留意一下欣尼姐姐 她背后很多什么 娱乐圈中的传媒最喜欢 很多迷底 她有很多迷 你们怎么也揭不下她所有的迷底 就算她今天 我觉得我今集请完 你姐姐 下集再请 我都可以继续做三个小时 四个小时 无论是她的千金 无论她如何经历 她丧夫或时间 如何坚强起身 那些有时间问 你问四集都还没问完 OK 甚至近期 新闻为什么会辣到 林峰和阿詹姆呢 我和林峰 我们都不懂 第一不懂 第二那个 阿詹姆 我又是不懂的 在2000年的时候 他曾经 Dominick打过电话给我 然后叫我做一个 新出的歌手的嘉宾 我说我在美国 我说我不知道 那个是谁 他还特别寄了一张CD 然后过来给我听 然后说这个人是17岁 17、18岁 我就拒绝了 本来我想答应做 但是因为实在 我不知道我唱他的歌 还是他唱我的歌 我们没有一样东西是共同 是一样的东西 譬如你说 《射雕英雄传》 我都找个男孩来唱 男孩拍 我跟他没有一个定名 那这17岁的歌声是谁 就是你现在说的 最唯一能得上的 就是说你们是巨废 不是说你接班人 可能是 但是他没有跟我说 接不接班人这件事 就是想引我来做这件事 幸好我有智慧 我当时挺有智慧 我就说 这个不辣家 我说我是不可以做 我不是针对任何一个人 而是这件事 我是没办法可以做 我不知道站在那里 是叫你叫我伯母 或是叫我妈咪 或是叫我什么 我拍了 而且我又不想去练 一些和我无谓的歌 我也不想你去演绎我的歌 因为没有什么意思 我是曾经拒绝过 这是2010年的事 后来这件事 我觉得这是一个宣传方式 可能很想用力 要去捧这个人 要不择手段 要去捧这个人 我可以理解 我完全明白 我们前辈 去带那些后辈 我是很愿意 但是如果你整个30岁 叫我去提一提 我也去捧一捧 你整个十多岁 除了我女儿 是完全没有办法 或者她一早就介绍了你 让你们见面 如果我是经理人 我会带她去见面 去认识 看看欣妮姐姐 愿不愿意去做这件事 才去问她 这是其一 我不会这样就这样 但我觉得 如果今天我要请人做嘉宾 如果我不会 我也会自己亲自打电话 去请人 我觉得这件事已经没有做 这件事没有做 当时演唱会 我要请嘉宾的时候 我自己拿起电话 打电话 他拒绝 是直接跟我说 我要拍戏 我的时间不适合 大家都可以去走展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 礼物 你要去请人 所以当时这件事过了 我就没有再去想了 但回到记者会 就会问我 你对后辈的人有什么意见 或者什么 当然是这几个题 我回答还是不回答你 跟我说 我真的没有新闻价值 我觉得我自己 现在的弟弟是要学多些东西 自己要有修养 然后学多些东西 不只是会唱歌 应该做多些 跟歌有关的东西 可能有太多工作 你的经理公司 有太多东西 是不拉家的 你做了无谓的东西 是完全没有情绪 是很木纳的 没有去特意挑剔什么人 没有 绝对没有 我有说过 只是说这样而已 但是有一个专访 那个人叫Brenda I don't know Brenda在房间里 我不知道为什么 姚永宿的地方 特别安排了 这个人在Conrad房间里的专访 很特别的 这个人我以前见过的 他已经做了记者 做了25年 所以他一来就跟我说 我做了25年了 你认识我的了 我看他的面子很熟 因为我平时没有来往 那便聊天 聊天 他就说 他说了一群的人 好像林峰 就是他说的 他说他抽水 什么叫抽水打牌 是不是抽水 要吃不然的抽水 我可以帮恩尼姐姐说 刚才我跟恩尼姐姐聊天 原来恩尼姐姐不太明白 我们现在这个词 是什么叫抽水的 抽水就是打牌 变成了那个记者 原来都是在恩尼姐姐不知情之下 真的抽了恩尼姐姐水 你继续说了 他告诉你 林峰 他又说 我说林峰 你认识不认识的 我说我不认识的 但是他有报道说 他访问的时候 刚才恩尼姐姐 我们打招呼什么 我说没有 我就这样 他说 他抽你水了 抽水 我说我没有跟他打牌 抽什么水 所以他就说不是的 现在很流行 这个抽水 就是说 不需要跟你联络的 但是他可以走过去的时候 就可以拿你的名字 来这样想一下 然后说一下 就是这样 我说 那也不是我说 我完全没有说 我真的这么sorry 林峰 我完全都不知道什么事 然后就说 小讽姐去敲那个门 说别人没有出来 我怎么知道 小讽姐去敲谁的门 我都很久都没有见过小讽姐 我又是他说的 又说他那天敲门 别人没有出来 他拒着别人拍照 然后又说哪个老板 老板很好 但是下面的经理人 非常之不好 我们打电话去的时候 老板也很客气 但是那个经理人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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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说 很囂張的 还有 需要不需要直接打给我 你打在下面就行了 就是 全部 所有的东西 统统是他自己说的 我想问一件事 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听听一下你们解释 我想不是每个记者是会做这些什么 但是也不能说没有这些记者存在 的确是有些记者 真的杀人放火金腰带 是真的有这些人存在 是 但是好的记者也不少 我想那个是 即是 比较特别的一个 明白 我今天看了 今期的一本雜誌 我也很想问 欣尼姐姐里面 写得都挺差 待会回来 我逐点逐点 问你之余 我请了律师 请了 真的 我找了律师 问一下究竟 发生什么事 为什么要这样写 到最后 其实影不影响 欣尼姐姐的声语 说到欣尼姐姐 一定要开演唱会 如果不开演唱会 就好像没饭食 我想告诉大家 欣尼姐姐大把钱 好 转后继续 娱乐审死官 好 欢迎大家继续 娱乐审死官 今天就请到欣尼姐姐上来 最近就开演唱会了 但是我想问 为什么你们传媒 她女儿这么聪明 今次的演唱会 上了衣服 帮她设计晚妆 为什么你们不提 是不是太正面 你们觉得没有兴趣提 不是不提 因为事实上 被她和阿姨吵架那件事 是蓋过了所有事情 你知道欣尼姐姐 我们不如有吵架吗 没有吵架 没有吵架 对了 没有机会说话 还吵什么架 看都没有看一眼 怎样吵架 甚至乎 单新闻发展下去 我会想 其实后背有没有礼貌 这些事情 会不会 看得太上心 我曾经想过 会不会是欣尼姐姐 不快的 我真的有想过 但这个题是人家发问的 当你扔了这个题目给我的时候 我不可以不回答 我跟你说 是呀是呀 我掩着良心说 现在的真是很好 我可以的 我可以说的 你们教我 我可以说你们喜欢听的 那你不会写的 说正常的东西 当然不写 不正常的东西才写的 你也意识到我们是 媒体会写正常的东西是不写的 因为我看到 起码我看到自己的东西里面 除了那个封面 说你演唱会的东西 因为你要拼搏 然后要谷飞 你才做什么 里面也没有跟演唱会有关系 这个正题也没有 主题也没有 访问的时候 你会说的 都没有 我说演唱会的东西 他没有兴趣听 我说现在的衣服 我唱歌 有写了新的新设计 有很多新的东西 跟以前不一样 你不去问 你问了那些东西 我说了 你也免得写 然后你一说别人 一说谁 他就起个名字 给你写下去 他说的 那个名字 我根本连名字 我都不知道 我都叫不出来 这就是全部要检拖 我自己做了这么久的推断 英尼姐之前曾经提点过其他 例如Eason 曾经在人形象上 媒体会觉得 英尼姐是一个很感应 很喜欢讲现在乐坛的一些现况 所以记者就会前撤 不如今次他们呢 我又不是 帮了英尼姐姐 上次Eason和张柏芝 其实是传媒把那些东西放得很大 我可不可以说话 可以 完全听真相 简单地说 真相在飞机上 确实是 三个弟弟那时候年轻 所以坐在头等机 是从加拿大回来 所以头等机他们说话很大声 Eason是坐在地下 因为只有两个位置 他是坐在地下 是对着他们两个 坐着 然后坐在地下 玩啼牌 很大声 那些鬼佬很反感 所以就叫了一个空中小姐来说 说不行 接着是机长 出来都说 后来他们都搞不好 我就过去 我自己多事 我觉到自己多事 多事 关我什么事 我就说 你们如果要吵 不要丢我们的架 你们就去后面 你们走去后面 去洗手间附近的空间 去那里聊天 他们真的又乖 真的去后面 因为不好意思 吵下去了 但是好医坐在我旁边 我根本不知道 这是新闻 我完全不知道 下机后 突然之间 记者在后面追来说 你刚才骂谁 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第一句就是 你怎么知道 刚才是施嘉宁告诉我 你可以问施嘉宁 那叫不叫抽水 叫抽水 这个叫抽水 施嘉宁抽印尼姐姐水 施嘉宁你抽水 你一定要老实说 你一定要说 这件事是他说的 真相 这个是好医我们这么好的朋友 但是 他就是垂口说一句 真好玩 他教人的儿子哥 但是我觉得 不需要解释 这件事这么小 说来做什么 搞到最后 变成我在这里骂Eason 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件事 那时候 他是小时候 刚刚出来 我是从美国去加拿大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Eason是谁 突然间有个人标出来 所以根本无关事 无端端这件事搞到最后 好像两个真的不太妥 你写也要写到我们 我再说一句 一分钟 张柏芝乖女 我非常喜欢 我不管你们怎么说她 我不管 但是她是做了一件事 她去红磡后台 写了一张卡片 那张卡片我还留在这里 把卡片写到满满满的 一直在那里道歉 说我对不起 接着进来 扶着我的手 欣妮姐姐真是不好意思 哭得妈妈都不认得 一直在那里哭 哭得 你真是坏的 你真是很坏的 我说你来详细 我一拍摄你 人家这么真性 你哭得 我不好意思说她 接着她就哭得 我真是对不起 我不管今天是假 是真 但是你做了这件事 今天人家说 跟我在微博上道歉 你不如对着墩墙 说我爱你 你可以跟我说 你不如对着墩墙 说你嫁我 在那里说什么 你还找人家来跟我说 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你是一个什么组织 什么团体 这些东西是看到的 我用什么来说的 印尼姐姐 我很明白 刚才我听完整件事 当初我还没看新闻 印尼姐姐罵柏子和陈奕迅 我听了真相之后 如果我再长 我再长 我说我梁思雄再长 我都会叫她们收声 因为是有点失礼了中国人 我认为外国人觉得 你们这些人 不要以为有头等错 就可以吵吵吵吵叫 是有点令到中国有点失礼 但你说了她 她一看我 出声 想着回香港 可能会有些不好 负面的事 所以她都听话 她们三个真的都在后面 所以我觉得她们都是乖 起码小弟哥没有生出来 小弟哥生出来就是好的 你要教她 你要教她 提点她 是我们这些做大家长的 是否应该先说 难道我没有资格说 是否这样的意思 我相信 Jem都会看电视 乖的 印尼姐姐其实很简单 她说你可以尝试学一下 张柏芝这样 去到亲身和印尼姐姐说一声 就OK的了 我相信 印尼姐姐即将开演唱会 她后台在哪里知道 是不是在家 我不是聊事逗飞 不要照别人去做这些事 可以吗 要在经理人角度看 其实整件事是组织地 借了印尼姐姐上位 我没有说 你说的 我是经理人 我觉得我会这样 但是你知道 我想替印尼姐姐 有点不值 可能看电视的人 觉得 我只是分析 整件事 因为另外那个女孩 她是年轻新一代的歌手 她们捧她的 通常都是年轻子女 上网 因为我现在看上网 有很多人 骂印尼姐姐 印尼姐姐有很多 但印尼姐姐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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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上网网回来的 但整件事是不值的 网上有很多 因为我自己本身 都经常下网网站 你是不是有反骂那批 我只是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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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一些负评 就是说 印尼姐姐是不是演唱会 那些票卖不去 然后到处拉火头 然后可以谷票 然后说 我八九十六 我不认得印尼 就不认得 而我不知道印尼姐姐 她们会觉得很正常 你今晚开始打上网 印尼姐姐的三场 都卖满了 卖满了 OK 我又想问一问 如果在家里 你爸爸妈妈 和你尹尹尹尹 那你是不是不叫他 爸爸妈妈 可以不用尊重 这些东西 是人都应该学的 这些不用因为我才学 不需要的 你是应该知道的 就应该知道的 这些根本 不用第三个人去教你的 再来那些票房的事情 是不是我也要做的 你卖得也好 不卖得也好 我不需要揹票 这是老板的事 他看得起我 他请我做演唱会 他看不起我 觉得我不卖得 他根本 不用花心思 你做广告 做什么 不需要的 大家在这个圈里 应该很和平的相处 明白 那些弟弟 我不是要那些 那些年轻 他们来买我的票 然后来看我 我没有这样的要求 我只是共鸣 和我自己的人 你们来欣赏 我没有奢侈到 要那些十多岁 二十岁的那些 但是你不要用这种方法 去制造你自己的艺术 然后去伤害别人 一损人不利己的时候 做来没有意思 是不是 其实在一个分化 你变成好像 我们年轻人 是不尊重长辈的了 长辈是暗尋 即是 其今某团团团团 做了一个误解 你问我 我娱乐圈超过二十五年了 我不知道 我自己在这一行里 我很尊重长辈 大家要记住一件事 没有长辈 怎有我们今天站在这 那圈是他们打出来的 即是我能够今天在这找到 其实是他们的功劳 我可不可以要求一句 就是如果你要骂我 我希望你站出来 和我面对面 起码我有得咬 我很不喜欢 就是你在这说我 我不知道你是谁 你是扁的 是圆的 是尖的 我没看过 那你既然有意见 走出来有种点 欣利姐姐 我留起你了 OURllo 好啦 我们稍等一下 家事继续跟欣利姐姐聊 龙 stared 很希望 relationships 收看计梦的观众 看见娱乐审 Tails观 很喜欢这样的嘉宾 就是什么 即是真性情感言 以及把真相成为 刚才欣利姐姐 講完後,牽連到一本雜誌,說你的農場又關了,房子又怎樣,麻煩周適,我可以讀一次給我們聽聽 讓觀眾都明白,因為未必買那本雜誌 他大概說,欣尼姐姐在台灣有一個農場 那個農場就是沒有什麼客人來這裡買東西,或者去光顧 然後欣尼姐姐要花很多錢去維修,又去將爛地變成一個比較光彩,或者比較多人來的農場 然後錢在哪裡來呢? 欣尼姐姐不斷撲水賺錢 又說欣尼姐姐要開演唱會撲水,又說要賣樓去撲水 另外一件事,因為這件事令欣尼姐姐和她的女兒的關係有點惡化 我想問欣尼姐姐,你有沒有接受過訪問? 沒有 沒有,完全沒有 就是Branda那一篇,然後是頭條 然後去了別處,抄也好,說也好,我不知道 不過就是越寫越噁心 真的這樣 但是,因為你自己本人才會知道 整件事叫牽引到 即是由第一天做了這個記者,叫Branda訪問之後 就衍生到變成這麼多人 第二天已經飛走了,我根本不在香港 所以登了出來,沒有人敢跟我說 我亦都不會上網看,我都不是看電腦的人 我是不玩這些,我是看書要翻書要摸到書才過癮 所以我完全不知道 第一,我說,我的農場不是做生意的 我買來是玩的,所以是吃有機的食物 是一個很健康的事 一件很快樂很健康的事 希望大家不要亂說話 所以應該跟我一樣,這樣健康 這樣才適合,不要上去太多的事 你們太多的估計 其實不是做生意 沒有做生意 沒有做生意 有時就是一個特別的日子 大家很想來看看大自然的時候 那時候被姐夫在那裡玩 不如大家在那裡吃那些火鍋仔 這樣就讓他們進來 讓那些學生,我們請那些學生 來端茶端夜的那些學生來做工 他們是一千元一日的 那些是學生仔要交學費的 就等於那些客人拿的錢 就給了那些學生去交學費 是讓他們有機會做工的 所以應該是四、五年前的 姐夫在那裡的時候有做 他回到美國之後 根本就不是一個做生意的地方 那個地方是我自己的工人拿來種田的 而且我一年才去一個月兩個月 有十個月我都不在那裡 何來做生意呢 所以要先推翻這件事 所以是沒有錢的問題 這個是完全沒有錢的問題 因為一篇的報紙報導 就衍生到雜誌 也都說是因爲姐夫要賣樓去救一些東西 是否這樣試呢 我也很想試試 既然你自己 我賣很多樓 我經我手賣了幾十間樓 不知道是否叫撲水來做任何一件事 我很喜歡買樓、炒樓、賺錢 不只是唱歌 這個從三十五年前 我就是這樣做 我不是今天才這樣做 如果照他寫的 就很多東西是少了 我不是很滿意 因爲我賺了很多錢 他這樣寫我真的不同意 所以他應該要修改 資料拿足了再來寫 你不足的東西 不適合的東西 就不要亂寫了 對 你問我能夠做電視節目 或者做雜誌 做多一點功課才去跟別人做 是的 你賣了一層樓 那層樓究竟是怎樣的 現在我是 真不好意思 如果大家喜歡探望我 不要緊 我還是在大潭浪琴院 那間屋是沒有賣的 快點去查吧 這個消息你就要查 然後你寫我賺多少錢 這樣說 你很確實 因為你太了不起了 我賣了沒有賣 原來我自己也不知道 你去查他 這些東西是證明的 是事實的 那算不定在詆毀欣尼姐姐 因爲她強行 將你一層已經有的物業 說你強行不夠錢去賣 那其實有沒有詆毀 你有沒有影響你的名譽 令到演唱會 會不會影響到別人 主辦單位 姚永叔 他們有沒有影響 因為我不喜歡 因為我個人的東西 去影響我的老闆去賺錢 我希望我的老闆 在我的身上賺到很多錢 這樣才有下一次 我和姚永叔 不需要說第二句話 我們已經從第一次 1984年 在紅磡做到現在 我們這麼多年 一起的合作 從來沒有斷過 我太清楚他的為人 他太清楚我的為人 所以他也去過我的農場 他說你住得這麼豪華 這麼豪華 所以基本上 你任何挑撥是非 都不會影響到我和姚永叔 那種感情 因為我是一個有思想的人 我懂得分析哪些東西是對 哪些東西是不對 所以即使你看了一些東西 你都要撈彈笑 不過如果你影響到我的生活 影響到我和朋友一起的時候 那種眼神他們對我的感覺 你影響到我 你詆毀我 毀謀我 這件事我是很不喜歡的 有影響到嗎 當然沒有 譬如我去收甲 他已經 原本我們是拍來拍去玩的收甲 那些 我今天很想八卦 很害怕我 然後我不想問那件事 是否真的 我想問你就問 為何以前的歡樂沒有了 以前的八卦 開心為何沒有了 當然有影響 然後其他人說我沒有錢 其實錢甚麼叫多 我又不是李嘉誠 我永遠都會少過他 都要少過他 少過他 我永遠都是窮人 但我覺得我心裡富有 就是已經富有 我開心就好了 直接影響到你和人與人交際 也影響到你的名譽 是的 即是誹謗 我想這個時間 我想請葉啟良大律師 進來 我想問一件事 作為藝人 欣尼姐姐其實 如果實質 這件事 她沒有應該說 她沒有賣到一層樓 層樓的契約都在她 那你誹謗她說她沒有錢 要賣樓 那其實是否構成誹謗 構成的 因為最主要是看看 究竟那個報道 是否一個失實的報道 簡單點說 看看是否事實 那著眼點 不只是寫的人 以為是 或是相信是事實 便足夠 是真是事實 才是中心的 因為不是事實 那我可否告她們 可以告她們 就是誹謗 我要告 要求道歉 賠償或捐錢 行不行 那個形式 可以用後再去決定 不過 只要對本身的受害人 有一些聲譽上也好 金錢上也好 或者其他各方面的損失 便可以在民事途徑追溯 因為我覺得整件事 看完本雜誌 我覺得對欣利姐姐很不公道 公道 我經常覺得做娛樂圈 最重要是公道 亦都說真話 不要繼續生安白了一些事情 令到別人的名義受損 欣利姐姐 那你可不可以宣告她們 起碼都討回公道 不過我是今天才看這本 沒有人敢拿來給我看 只是說我還會有她 所以我的感覺是很差 因為簡直如果我不是這個本人 我是看一個東西的話 我會覺得這篇文章 寫的這個人真是太壞了 我已經感覺她太壞 我以第三者 我不當我是她 尤其是她又是說到我 我是覺得香港現在 整個大環境是有些問題的 因為我發覺大家都不開心 我好像似乎走去哪裏 我沒有見過哪個人 是真的從心裡的笑出來 沒有了溫暖 以前我們剛出來80年代 90年代的時候 一說打牌啊 那現在每個人都走去哪個 現在我們在小課裡 不知我身屬� emphasizedım 那個樓上是誰 樓下是誰 我是不知道的 我近來看到我也很奇怪 其實我已經懷疑 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 因為這些之後 我覺得他們對我每個人都很遠已經 如果我印尼今天可以引起全香港有禮貌 每個人都尊敬Respect 即是說尊敬你 你又尊敬我 我覺得我就算犧牲了 死而無憾 我覺得我死而無憾 真是犧牲了 沒緊要 大家多點愛 多點禮貌 尤其是在這些時候 世界不和平的時候 你自己心裡要很和平 你要和平去看所有的東西 有很多東西是快樂的 你不要強行 別被人影響 你明白嗎 我希望我也可以做得到 好 大家看電視的朋友 希望無論娛樂圈 甚至人與人之間多點愛 尊重我們的前輩 其實每個人都需要 不只是前輩 我尊敬你 你尊敬我 人人互相尊重 好 這個時間都要結案陳詞 因尼姐已經說了結案陳詞 到Kawai 你要說出你的心底話 這個演唱會是賣實力的 那些負面的新聞就適可而止 好 接著你到潘小民 無論新聞多負面都好 我很相信一件事 無敵是愛 哇 因尼姐姐的歌 好 到春麗了 我相信負面新聞 無論如何都敵不過 如果一個人很正面 如因尼姐姐 就算幾多負面新聞 最後都被他扭回來 謝謝 謝謝 最重要是所有娛樂圈中的人 記得這個節目是讓大家說出真相的 謝謝葉啟臉大律師 希望一些藝人如果被人誹謗 都可以尋求法律的幫忙 我才覺得對 不會經常詆毀 好 你好